Hello大家好,我是萌妹,今天我要给大家另一部《天才少女》用别样方式演绎热血青春的电影《天才枪手》。 小林是个得志体美劳样样地义的天才少女,这天她的父亲带着她去最好的高中面试,但小林却不愿意,因为这个高中的费用过于昂贵。 小林在校长面前直接口算了一年的费用,交通费都准确无误,校长看到了她的实力,于是给她免了学费,还包括参卜。 就这样,小林成功转学了,入学的第一天,她和晒白田小四成为了朋友,小四不爱读书,但却喜欢参加社团,结果学校出台了变态政策,719分以下不能参加社团。 他们吐槽打闹钟,小林扫了一眼小四补习班的卷子,考试时意外发现,卷子里面居然都是补习班的题目,老师为了招生补习居然如此不要脸。 于是小林直接快速把答案给了小四,小四也成功考到了87分,兴奋约小林到自己家里玩,结果大嘴巴把这一切告诉了自己男朋友小派。 小派想请小林帮自己作弊,一颗三千泰铢,自己还有一群想参加的朋友。 从小派的口中,她也意外得知了进入这所学校居然需要贡献金,她回去分父亲抽屉,发现了捐赠20万的凭据,原来免学费不过是幌子。 小林郁闷弹针钢琴发泄时,灵机一动居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作弊方法,她把金主爸爸们聚集在了一起,告诉他们自己即将用不同的音符手势代表ABCD四个选项,并且为了不被发现,每三题会跳过一题。 就这样小林带着金主爸爸们开始了高智商的作弊,小林赚到了钱给爸爸买了新衣服,金主爸爸们也成功过上了不被成绩所困的潇洒生活。 在一次重要考试中,小林有一个竞争对手阿班,她是一个努力且正直的男生,她正巧看到了隔壁男生在偷看小林的卷子,她并不知道男生是小林的客人,于是却告诉了校长,校长却意外查出了小林帮忙作弊的事。 她与校长发生了冲突,被取消了奖学金和新加坡大学全额奖学金的竞争资格,父亲也与她发生了争吵,她回归了以前的生活。 但是阿斯却再次碰到了麻烦,阿派的父母想送她和阿派一起出国留学,但他们必须通过STIC的考试。 她想找小林帮忙,事成会给小林60万,本想拒绝,但她再次意外发现,考试是在同一天举行,但每个国家时差却不一样。 她决定飞去比泰国早四个小时的澳大利亚考试,再想办法把答案传回泰国,借此来赚一笔。 因为自己想出国留学,但自己只能靠记住答案来作弊,而一百道题目自己只能记住一半,因此她想邀请阿班一起加入。 结果阿班正好莫名得罪黑道被揍了一顿,还丢进了垃圾场,错过了全额奖学金的考试。 在上百万收入诱惑下,阿班加入了他们,无数次演练后,他们准备出发。 阿班却意外发现了,原来自己错过考试是阿派设计的,但她最后还是选择继续,他们出发了。 终于考试开始了,最后一课时,阿班却被抓到了。 小林只能靠自己记住了最后一课的所有答案,最后惊现传回了所有答案。 但阿班被退学了,她非常内疚,也厌倦了这种生活,她选择了不要那笔钱。 阿班却再次找上了小林,她邀请了小林以后一起合作继续干,还用告发小四阿派他们的成绩威胁她。 小林只能选择加入,但最后她看着面目全非的阿班,选择了自首。 看完这部影片,我真的佩服作弊居然拍出了热血高效的感觉。 但阿班真的好惨一难的,努力的人原本不应该被这么对待。 经历过残酷高三的我,看到这部电影实在无法找到共鸣。 好了,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会点赞评论关注哦。